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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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為的大學生活是怎樣的呢? 晚晚出去和晚晚唱通宵 還是有空出吃宵夜 我和你不同 根本距離下門6公里 踏船30分鐘 我看台灣也是一小時而已 在這裡可以體驗更多的文化 讓你的視野更廣闊 根本大學為了照顧好 還有豐富的照顧金 可以支助給我們 這個我就知道了 我們海外橋生在國立金門大學 讀書的話 第一年的學費、學習費 住宿費都可以獲得 存額的減免津貼 第二個學期的話 我們會按照你在班上的 成績排名 來決定下學期的 獎座學金 如果你在班上50%以內 還可以繼續獲得 存額的資助減免 而且金門政府 每個學期都會提供 5000元的就合津貼 所以上學期加起來 總共有10000元的就合津貼 還有4000元的交通券 而交通券的話 可以讓我們去買機票 買文具等等的生活用品 學校還提供四個石 讓我們可以自由選擇去不同地方交換 而我們學校有很多不同的遊校 遊校遍佈世界各地 由台灣、中國大陸 到東南亞、東北亞 甚至到歐洲、南美洲、北美洲 都有我們的遊校 更多的詳情實在說不完 我們可以掃描我們的QR Code 獲取更多的詳情 為何我們會來到這裡讀書 我們不說那麼多 我帶你去看我們的學校 我叫楊子妍 我叫楊子妍 我現在是護理系 這是大師的應屆畢業生 然後現在已經要準備考 就是護理系之招 我當初因為我錯過了 就是聯合奮發跟個人申請時間 所以我就直接加入了 申請巧仙部先修班 然後經過一年的 就是學習國語 然後跟加強自己 就是可能在 就是中學的時候的 就是有一些 課目可以就是 再做加強 這樣子 然後之後就分發到 就是全台灣的各大學 寫書 大學中 好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在填自願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金門是銀座的指導 所以我就把它填上去 再加上金門大學是羅列大學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 就是機緣巧兒之下 就進來了 嗯 護理系課程包括 基礎醫學 內外護理學 跟精神 和科 還有 就是公共衛生 護理學等等 基礎醫學的話 就分五大類 第一類是 就是解破 第二就是 生理 然後第三個就是 病理學 第四是 就是衛免 然後第五就是 藥理學 護理系 比較扯的 扯的比較多 畢業之後會先在台灣 考 就是 護理師指教 考完之後 就是會有 就是 申請醫院面試 然後再進入職場 我是 名寫聰 就是 叫我Henry吧 嗯 然後我是 建築系的 然後 建築系比較不一樣 就是跟 醫學系啊 這些專業一樣 就是 念的時間比較長 然後我們建築系 是要念五年 我就是 剛專業設計 就是大文 建築系 學的東西其實 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 比較 就是 食物面的 就是 可能是結構啊 然後 綠建築啊 那些就是很 食物面的 然後有一半 不是一半 就是有一部分的課程 就是 比較設計層面的 就是說 我們建築的不同元素啊 還有就是 如何做一個建築設計 因為 很多人都會覺得 建築 就是architecture 它跟building 是有什麼不一樣的 但其實 其實 architecture 它是一個藝術 它是你的藝術 是八大藝術之手 然後所以 所以我們 要透過 利用不同的元素 就是 利用建築這種語言 去表達一些 就是 自己的 可能 對這個社會的想法 或者說 一些比較 比較 藝術 或者說 價值層面的事情 就是 譬如說 有建築的話 譬如說 從立面啊 從它的動線啊 跑面啊 等等 就是 都有 就是 一棟建築物 它生成肯定 或是 建築師背後 都會有它 想要表達的事情 在裡面 然後 就是 要 就是 有建築 有一些 可能是造型 類型 比較好看 有些是挑戰結構 有些 就是比較多 我剛剛說 可能是敘事性的建築 透過這個建築 想要表達 一些事情 這樣 就是可能我們會學習 就是 怎麼利用這個建築的手法 與會來呈現 在金門 說實在 我自己的話 其實 還蠻喜歡金門 這樣的生活 雖然剛開始過來的時候 真的很不適應 畢竟 從香港到 金門這個 金門這個小地方 很多東西都很不一樣 很方便 但是 其實 久了之後 會發現真的 就是 我還記得我大一剛進來 都會做個心理測驗 就是 評估學生的 精神壓力狀況 那些 就是 平均 值的話就是50 還是40級 就是其他台灣學生做 然後我發現我每項指標 都是80以上 90以上 然後我就心裡想 哇 真的有這麼大的壓力嗎 可能就是自己在高壓情況下 都在香港一直這樣子 但是都不會有什麼感覺 但是來到金門之後 真的 這邊的生活步調 真的跟香港不一樣 就是 東西都很慢 就是 很Chill 就是 你可以看 就是這邊 大家下課 如果真的 有空的話 大家都不可以一起去看 那些路啊 去那些 海景 海景的餐廳 吃吃甜點啊 或者說不錯的餐廳 什麼的 很多這種 的地方 可以去 然後金門也有很多 就是 跟自然很多接觸的地方 而且就是 在地景上面不一樣 在香港的話 就是很多高樓大廈 然後 抬頭看的天空 就是 從建築物的縫中間去窺探的感覺 但是在這邊 你好像真的是 擁有了空氣啊 天空 大自然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邊 就是 四面黃海吧 然後所以你可以去海邊 去沙灘那些都很方便 看日落啊 看日出 看星星 對 這邊的光害也沒有 香港那裡很重 抬頭又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 然後這邊 雖然剛來的時候就是 肯定的 吃的會很不習慣 畢竟 香港好吃的太多了 對 但是在金門的話 大家 雖然他這邊吃的是 比較不一樣 但是 久了還是還蠻適應的 好 當初 來金門念禁禮 其實是 有 一點機緣巧合吧 因為 我有認識一些 一個 朋友 就是在金門有念書 然後他也跟我分享過金門 就是比較特別 也有其他建築系 就 最後我再 有一個 職業的 一個 分享會吧 就是 然後我看到 有一個建築師 在台上分享 就是 他是有 就是 去審那個建築的圖 然後 有參與一些設計 然後 他都可以很驕傲 然後我就是跟朋友炫耀 就是 走到中環 那邊都說 那一棟就是 我有在負責它的結構 啊 那一棟就是我設計 比較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成就感 那個虛榮感 所以 要我選到念建築 所以 就是 呃 就是 這個 轉逆點吧 所以 而且我聽到那個朋友介紹 金門的比較 因為地理位置比較不一樣 然後 要說到這邊 以文化傳統 那些保育類的 比較多 所以 就想說來這邊試試看 金門 是 not just a place that inspires thoughts about history and past glories but has now been transformed into an island of learning connecting 台灣, China and the world start packing and get ready for a journey of independence and personal growth your ideals are not so far off National Kimoy University helps students pursue their dreams it exposes students to the world and lets them realize their true potential